大家好,我是桑迪 那么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课程的第四个阶段 虽然第三个阶段还没有讲完 我说了,在一月份之后 元旦放完假之后 我们再慢慢的来更新 因为内容确实是比较多 反正大家慢慢学吧 那么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第四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也就是我们软件工程这一块的阶段 那么在这个阶段实际上 就不再是我们零散的再去讲的技术点了 而是我们能够把我们以前所学的各个技术点 在这个阶段得到一个 驾轻就俗的这样一个应用 那么有一句话就是什么呢 最后实际上我们最后是要做成成品的 所以说要做成一个成品 你就要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软件组织 软件需求分析 软件的架构设计这样一个能力 才会做出比较好的软件 那么在这个环节 我们会跟大家好好地去沟通一下 我们如何在实际的商业项目中 去利用 去修炼我们的这方面的这些能力 那么这阶段的课程 我打算这样的来设计 第一给大家 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整个软件工程 贯穿始终的一门语言 叫UML 统一建模语言 有的朋友肯定都听过 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过 但有的朋友可能刚开始随便称 在这块还没有怎么去用过 或者还没有怎么去听过 那么我们要求 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我们程序开发里面 沟通的语言不是自然语言 而是UML 为什么呢 因为自然语言很容易引起歧义 很容易引起歧义 而且它特别啰嗦 所以说我们要先学一门新的语言 这个新的语言叫UML 那么这个新的语言学会了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给大家去介绍 一套软件工程的管理概念 那么这个时候我会给大家介绍一套 WRUP这样的一个软件工程 这样一个软件工程的模型 那么很多朋友就说 这个软件工程 桑店 我觉得我也挺会的呀 市面上这么多书 确实如此 如果要跟大家讲到软件工程呢 我觉得这个课非常不好讲 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流于浮表 一不小心就会流于浮表 而且现在软件工程的方法这么多 我们到底选哪个 对不对 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说 那你这个可不要忽悠们 当然了 我这里头 所以我就直接给它落到一个实处 就我们这里头的课程 每一个环节 我都会跟大家去落到实处 告诉大家 在实际的项目中 特别是我们应该去怎么样去做它 然后我们先把实际的这个模式学会了 大家下来再继续去深化我们这个理论 因为课程时间有限 我不可能把理论方方面面都给大家讲到 那好 我们就开 我们先从最直观的学习一套经验 学习一套模式来入手 至少你把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套模式 给它学会了 你再去深化你的理论 当你理论深化到一定程度了之后 如果有机会 桑蒂还会再分享你一套更高层的模式 所以我们这套模式 不能说是桑蒂所有的经验 但确实是一套行之有效的 这样一个经验的总结给大家 而且这个WRUP 是我自创的一套软件工程模型 这个其实也是学别人了 叫什么 我再次说到 叫抄袭加改良等于创新 所以WRUP 我是基于RUP上面改良过来的 那么第三个 会继续基于我们的UML语言 来讲一下我们的需求分析 第四个基于我们UML语言 来讲一下软件的这个设计 那么软件设计的话 首先我要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不会把软件工程管理 讲得特别细 实际上我们的UML 它的主要应用点 大家是不是可以猜出来 是不是就在需求分析阶段 和我们的软件设计阶段 那至于后面的发布什么的 我们UML无非就是 如果按需要的话 就画一个部署图 对不对 其实作用也还好了 而且我们软件工程 大家也都知道 最负载的阶段 是不是就需求分析和软件设计 对吧 这一块都完成了 过后编码就是你的基本功 那么 当然从我们PM的角度来说 全部都要管理 但实际上对我们而言 最最核心的 就是学会 在软件需求分析和软件的 这个设计上面 掌握一套模式 那我们很多时候 做事就会事半功倍 所以 综上所述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第四阶段的课程 我不会给大家讲到软件工程的方方面面 而且 而且我尽量的不要停留在表面去跟大家讲 更多的时候 把一套经验给大家 甚至我会总结一些 比方做需求分析的 第一步干嘛 第二步干嘛 第三步 你就把它先记下 当然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法 也可以提出来 进行交流的导论 你就把它变成你的一个行情的习惯 你把它记着 以后就这样子 按照我说的几步 你试一下 这样做出来 是否行之有效 所以我们 不可能讲到理论方方面面 那么 在整个过程中 我们这个课程学完了之后 大家会具备几项能力 第一 UML要信手拈来 什么叫信手拈来呢 就是UML要具备 真的是 我随便说一个场景 你就可以画一个用力图 我们随便说到一个对象 你就可以用类图描述出来 那么我随便说一个 想要描述的这样一个大清世界 你随时都可以画图 这个图 无论是用我们的UML工具 还是你自己在一块白板 随手画 我要就立刻就能画出来 这就叫UML要掌握到这样的程度 第二 就是我们对软件工程 特别是迭代式的软件开发 和敏捷式的软件开发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概念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 而且学会我的WRUP这个模型的一个W模型 一个W模型 当然这个W模型之前还有个V模型 就学会这个模型 第三 以后再做需求分析 特别Android的应用 开发的这样一个需求分析的时候 大家做起来是一套一套的 每每一个环节应该怎么做 第一步干嘛 第二步第三步 每一个环节的产出是什么 我要说大家是一套套的 最后形成一个需求分析文档 要快速的形成一个图文并茂的需求分析文档 看我们都说了比较实的 你做完需求分析 你得有文档 对不对 第四 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其实比需求分析还要负担 我们这里主要是要研究什么呢 当你的需求分析 已经基于UML来做好了之后 怎么样按照一套模式 给它直接转化成我们的设计 而不是说从临再去 由无到有的这样一个去思考 这个设计怎么样做 而且明确我们设计各个阶段 你的任务是什么 你的产出物是什么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 我记得我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会讲一个价格式的这个课程 我们光软件设计这一块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月 包括把设计模式这些都讲一遍 然后包括把我们什么TTD 各种软件模型都给大家讲一遍 什么驱动开发呀 什么按测试驱动的呀 按需求驱动的呀 按用力驱动的呀 就各种各样的 会告诉大家驱动开发 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 这个驱动开发可不是我们的那个 底层那个驱动开发 所以我们这里的软件设计 不包含完完整整的一个软件 架构师的这样一个培训 不是这个内容 而是如何基于我们的需求分析 基于我们的UML产生的这样一个需求分析 顺利的过渡到我们的软件设计 并且我会告诉大家一套 我们在软件设计上应该遵循的一套规范 比方说 最近很多朋友就在问 Sandy 一个Android应用程序 是不是应该就建一个Android Project 我说不 我往往不会这样做 我会把各个模块分开 各个不同的模块或者子系统 我会把它建成一个单独的架包 对不对 那么 有的朋友可能看过我以前写的代码 那么像这些规范 还有我们包的这些命名 包括我们常用到的一些反射模式 怎么样来用 还有就是我们设计出来的 在需求阶段这些对象的这些描述 比方说是用用力图来描述 而不是 是用类图来描述的 怎么样 不用动脑筋 就把它转化成我们的数据库结构 这些东西我会告诉大家 事实上 一份好的需求做好了 一份严谨好的需求做好了 你的设计反倒不复杂 反倒不复杂 那么当然在这里 我也会给大家讲一下 什么三层结构 还有我们的 还有我们的那个MVC模式 这些东西 都会给大家 把这些基本的概念都会给大家介绍到 好 闲话少说 那么今天就开始我们的项目 我们的第一课 名字叫项目沟通的语言是UML 项目沟通语言 这整个阶段 我们可以给它起一个别名 叫什么呢 我们给它起个别名 就要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 大家记住 在这里面我们不要搞那么多虚的 你一定要学会一套 桑比常用的这样的一套模式 并且把这个模式变成你的习惯 这样子才真正的掌握到手的东西 不然的话 我把那些纯理论的东西给大家念一堆 没用 到时候还是不会 好 照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程的目标 学习基于UML2.0的应用 熟练的操作 Star UML工具 这是比较出名的一个开源的UML工具 来画我们的UML 用力卡片 了解什么是用力卡片 不可再分单元 还有对原生对象的一些描述 状态 流程 协作 逻辑 这些词大家现在搞不清楚 也没有关系 以后我们还会回过头来 模式化的观察业务的各个角度 并且从各个角度分析及报告 那么重点难点 模式化的决定 使用什么样的UML图形 什么时候使用 什么样的一个UML图形 以及对图形的信手 拈来的绘画能力 熟练的掌握至少一个 支持2.0的UML工具 比方说 Star UML 或者我们的Zo Rose Rose 7.0吧 针对不同角度 使用不同的方法和图形 习惯用图表说话 所以有一句古话叫 文不如表 表不如图 对不对 我又加了一句 叫图不如实 实即原形 这是我后边的半 到底是我加的 考核目标 如何确定使 确定用 如何确定用力图的边界 类图中的组合和聚合 分别用什么图形来表示 组合和聚合的区别 关联和链接的区别 然后请你现场 就你今天来面试的过程 画一张用力图 这几个都是常见的一些面试题 常见的一些面试题 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学习这个课程 那么我们说 沟通中的语言是UML 沟通中的语言 我们说它是UML 那么这整个课程 既然我们是讲UML的 所以公寓善其事 是必先利息器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UML工具 那么UML工具 比较著名的有哪些 那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最著名的当然就是Rational的Rose 这个我只用过2003版本 但是2003是基于UML1.2的 它不支持UML2.0 那么后来出了Rose的7.0 6.0 7.0 好像是由 本来原来是C++开发的 后来这些由Java开发了 就这些都是IBM公司的 后来又采用Java语言开发 我就嫌它慢 嫌它慢 我就不用了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特点 我给他们一个特点 描述啊 特别好用 这是我用过最好用的Rose UML工具 绝对是建图的时候是最快的一个工具 至少我用过里面是最快的 功能强大 漂亮 画出来的图漂亮 这个工具我们后面会用到啊 我给大家展示例子的时候会用到 特别好用 功能强大 漂亮 但缺点 缺点是什么呢 是太大了 而且收费杨贵 IBM的东西 好 这是我们其中之一 其二就是我们的Star UML 特点 轻巧 免费 开源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一般好用 一般好用 不漂亮 不漂亮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还有我们著名的叫 EA的这样一个软件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那么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轻巧 收费 非常漂亮 功能强大 但是不好用 为何说它不好用呢 是因为建图建 我这里好用不好用 我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画图的时候速度快不快 我并不是说 它的工具全部全啊 它的那些图形是否支持完善呢 我主要是靠 靠什么来评比 是比它画图的时候 我们画的是不是特别快 特别流畅 我来对比好不好用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要来选一选哪个 有钱就选第一个 没钱就选第二个 盗版就选第一个 有盗版 当然有盗版 都是都有盗版 但是很大啊 然后 这个大家可以下来自己去研究一下 另外这个升级有点慢啊 这个Rose 7.0 好像升级都还是06年的版本了 但StarUM就更夸张了 好像从05年之后就没升过级 这个升级比较快 所以在整个过程中 虽然EA是最漂亮的 我个人觉得EA是最漂亮的 但是 我宁愿选这两个 那在给大家讲解课程的时候 包括为了大家方便 我就采用这个开源的 就采用这个开源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也会给大家演示到 我们的Rose的一些功能 在我给大家演示这个Demo的时候 你们就会比较这两个工具 哪个好用 对吧 因为我的很多案例 都是以前用Rose画的 好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StarUML 可以去SourceFog上面去下 StarUML.SourceFog.net 这是我们四大开源网站 已经之前给大家介绍过 这是它的一个界面 它还有一本书 这个大家愿意的话 可以去找一下它的这个PDF 那这就是它的网站 最新的一次升级 好像是在08年 但它的主体程序是05年完成的 好像是用Delphi开发的 好像是个韩国人开发的 这是它的一个界面 那么大家如果要下载的话 自己到官网去下载 自己去官网下载 然后安装 我在这里启动一下这个程序 给大家看一下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上面这些TourBar 这些MenuBar 这些我们都不说了 右边是它的一个浏览器 可以以两种方式来浏览 一种是以模型 相当于就是文件夹 不同的文件夹分类 什么用力模型 分析模型 设计模型 实现模型和发布模型 这是不是类似于 我们软件工程的 这样一个生命周期 对吧 那么这个是按什么 是按视图 按我们的视图分类的 这样一个浏览器 就像我们的生命周期的 这样一个分类的 这样一个浏览器 那么左边就是 它的里面 每个图里面的这个元素 我们每新建一个图 在这右键 Add Diagram 去选择这一图 这图不熟悉 没有关系 待会我们会介绍到 好 所以大家自己下来 就先给大家一个任务 去下载一下 我们的StudioML 并且把它安装上 好 我们下面继续进行 我们的这个话题 我们说沟通的语言 是要没有 为什么呢 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这个长环境是什么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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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